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常常有人追问,什么是年轻? 人过了多少岁,便不再年轻了呢? 有的人二十岁,生活刻板,没有追求 死气沉沉,尽显一副老态 有的人八十岁,天真浪漫,热爱生活 敢于追寻,洋溢青春活力 曾传送全球的散文诗《青春》里有一段 青春不是逃灭,单纯,柔稀 而是深沉的意志,辉红的想象,炙热的恋情 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 年轻不是年龄,而是一种心态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听过一种说法,童年万岁 童年只有几岁,真正能万岁的是童心 遇见过一些中年人,老年人,他们身上有一个共通之处,让人刮目相看 经历过风风雨雨的他们,眼神依然灼灼生灰,像未曾被污染过 眼睛里依旧闪烁着童真的好奇和清澈 你若可爱,生活哪里都可爱 此画出自风自凯先生 他本人就是一位可爱,童心未敏的老人 他家里有一个贵重的古董挂钟,但是他嫌他太古板 有一天,他把古董挂钟拆了,用颜料把中面涂成天蓝色,画上一层绿柳 又剪了两只黑色的小燕子,糊在长短针的枝头上 就这样,一个古板的古董挂钟成了一个可爱的动物挂钟 年纪逐渐增长,却没能磨损半分风自凯先生的那颗童心 在他的笔下,记录了儿女的童心无邪 他爱创作儿童漫画,却描绘儿童的纯真烂漫 而他的读者,也大都能从他的作品中清晰地感受到 他是一个既年轻又好玩的人 孟子说,大人先生者,不失赤子之心 童心和成熟并不相互排斥 真正有境界的人,是在走向成熟的路上 不昧俗世故,而依然保有一颗童心 即便需要正视和承受人生的苦难 也保持着像孩子般纯洁的心灵 对世界怀有儿童般的兴致 思维神采飞扬 这正是青春活力的最好体现 很认同一句名言 你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 你只是虚度了它 无论你怎么活 只要不快乐,你就没有生活过 在生活中 经常能看到很多年轻人不苟言笑 毫无爱好 对生活实之无畏 很难不给人一种印象 他们才是真正老了 现实版老顽童黄永裕 养狗,养猫,养猴子 玩摩托,玩乐器 年过半百,还考驾照,玩跑车 什么来劲儿,他玩什么 八十三岁登上时尚杂志封面 叼着大烟斗,牙脾气十足 不见一丝老态 一次,白颜松上门拜访 黄永裕正叼着烟斗玩法拉利 白颜松一脸惊讶 老爷子,您一把年纪了还玩这个 不都是小年轻才飙车吗 黄永裕白了一眼 我不是小年轻吗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玩啊 你要知道 这世上很多事情其实没什么意义 很多东西也未必有一个意义 只要你觉得有趣,做便是了 这位叼着大烟斗的老顽童 似乎永远都不会老 难怪白颜松说 在我的人生目标中最大的一个就是 将来成为一个好玩的老头 比如黄永裕 真正热爱生活的人 不自怨自意,死气沉沉 而是抓紧每个机会 享受生命的美好与馈赠 近一寸,得一寸的欢喜 珍惜余生 把握好每一寸光阴 尽情地玩,率性而活 把生命浪费在好玩的事物上 每天都比昨天活得更精彩一点 自然也就比别人 要活力得多 有趣得多 快乐得多 教育家纽曼曾说 不要害怕你的生活将要结束 应该担心你的生活永远不曾真正开始 人变老不是从第一道皱纹 第一根白发开始 而是从承认自己老了那一刻开始 年轻不是身份证上的年龄 而是一种心态 马东用亲身经历 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 2012年 马东离开福利待遇很好的单位 加盟爱奇艺 原因是 未来的路对他来说一眼望到底 而他想要过一种更有活力的生活 随后他打造出一档受众为90后的节目 奇葩说 这档节目打破了行业内的条条框框 令人耳目一新 大获成功 马东的公司以别具一格 没有独立办公室 他的办公桌跟熙熙攘攘的200位员工 在同一空间 随时有员工来找他谈各种事情 蔡康勇说 马东最厉害的地方 是从不把自己当回事 不摆架子 不封闭自己 永远舍得打破自己 去接受新的 当越来越多的人 嚷嚷着中年危机 这个顶着巨大眼带 和圆润肚子的中年男人 却告诉我们 其实年轻 从来不是意识的一段年华 不是身份证上的数字 而是一种心态 永远对世界保持好奇心 不介意打破自己 敢于接触新事物 不断重塑自己 自然会神采奕奕 保持鲜活 将有生之年的每一分 每一秒 都活得摇曳生姿 容颜的衰老 是自然的规律 无可避免 但那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 当我们不让心灵干涸荒芳芜 就能既看得见眼前的苟且 也看得见诗与远方 当我们对生命怀有珍重之情 对梦想保持向往 对生活继续热爱 属于生命本真的力量 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心若年轻 青春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